雜交水稻之父 圓龍培 由胡京昌聲演 民以食為天 稻米更加是糧食的寶藏 中華民族早在上古時代 就已經將野生水稻 培育作為農作物 令水稻成為中國 以至世界上大部分人不可劃的糧食 如何提高水稻的產量 是歷朝歷代的科學家面對的難題 而這個難題去到近代 終於被一位中國科學家克服 他提出雜交水稻的新理論 實現了水稻產量的歷史性突破 解決無數人的飢餓問題 他就是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 圓龍平 好歡迎元龍平 你一生的研究 都是和農業有關 那你是不是自小就在農村 和耕田長大的 其實很多事情 你和我都想不到的 我爸爸媽媽 都是知識分子 其實我自小就有書讀 當我說去學農業的時候 爸爸媽媽都打了個凸 沒辦法了 父母當然是亡子成農的 誰知道變成了亡子成農 農夫的農 不過他們都很開明 最後都是支持我的 咦? 那我就更加好奇了 是甚麼觸動你去學農業的? 我小小就對農業很有興趣 我記得小學一年班的時候 有一次郊遊 我去到一個郊區的植物園 那個植物園有很多很漂亮的花草樹木 那些土樹上面的土 又大又紅 還有些葡萄有一串串很大粒 我就覺得農業真的很偉大 我大過一定要學農 所以我最後都得償所願 在西南農學院畢業 之後還去了安江農業學校那裡 教書和做研究 記得當時 中國面臨持續三年的自然災害 你都身處其中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 唉 真是未曾餓過 你就不會知道 溫飽是多重要 三年困難時期那時 出現了個大乾旱 一年基本上沒有修成 餓死了四、五千萬人 我看到路上有五個餓夫 有些倒在田坑旁邊 有些倒在橋下和路邊 唉,真是很淒涼 作為新中國第一代大學生 我更加下定決心 一定要令全中國的百姓 都有飯吃 而南方人的主食就是杜米 所以我就著手研究水道 下完雨 空氣真的特別清新 不知道今天有什麼驚喜呢? 袁老師 你又去農田道嗎? 是啊 我去農田那裡找一下 有沒有些新品種的水道 只要讓我找到一棵多產的水道 我就有信心移植去其他水道 同學 你也來幫忙吧 袁老師 這棵夠不夠大? 不夠 你要找一些一網絡 與別不同 特別高大的水道才行 根據遺傳學的理論 決定杜米修成的 是些種子 如果我改良到水道的品種 就有機會提高度產量 到時我們就不用捱我了 袁老師 我一定會幫你找到的 咦? 那邊那棵水道這麼高大的? 咦? 我看看花蕊先 好啊 二、四、六、八、十 慢慢數 不用急 一共有二百三十粒 嘩! 二百三十粒啊! 好 快點做個記號先 我們全中國人都有飯吃了 沒錯 全中國 甚至全世界都不用捱我了 當我以為培育到高產水道 誰知道一年努力 所有水道的修成都不達標 我再三研究 終於發現 那一波高大的水道 是由兩個品種的水道 不小心地雜交而來 於是我就開始漫長的雜交水道研究 老師 天氣這麼冷 你這麼早落田 小心身體啊 我就是擔心種子會凍死啊 快點把他們包起來 我最近在想 不如去一個陽光充足 四季如春的地方培植 擺脫氣候限制 還可以加速繁殖 縮短試驗周期 同意啊老師 那我們搬去哪裡好啊 我們一於去海南島 我們去到海南島 可惜的是 沿醉了幾年心血的種子 經過培育 產量依然未達我的預期 必虎 這陣子我一直在想 是不是我們找的方向錯了呢 錯了? 我們培育的稻苗 都是由兩棵栽培出來的水道 雜交而來 他們像不像近親繁殖呢? 像啊 近親繁殖 豈不是容易有缺陷咯? 沒錯 所以如果找到一棵野生的品種 又合適培育的水道 應該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 那我們全力去找野生的水道品種 老師說過 海南島周圍都是野生道 還未經人為破壞 而這期正正是野生道開花的時節 只要我細心一點 一定會有機會找到合適的野生道的 咦? 這幾棵道碎 那些花有點奇怪 讓我快點搬它回農場 請教老師先 咦?這棵… 老師,結果如何? 這棵確是紅花不育的天然野生道 好耶! 野生的紅花不育水道 就叫它野拜吧 我們下一步要將它不育的基因 轉入我們的栽培道 這次一定可以成功 黃天不負有心人 這次的雜交水道產量終於有突破 我和學生都很興奮 所以說成功真是沒有捷徑 看到你們為了培育雜交水道 真是附上無數的青春和汗水 而你一生都為了培育更高產量的雜交水道而努力 一直到九十一歲都永不言憂 真是令人佩服 如果我的研究有少少進步 分分鐘可以令多幾萬 甚至幾十萬人有飯吃 我多辛苦都值得 現在雜交水道大約佔全中國稻田的一半 並且推行至五十幾個國家和地區 每年受惠的人口多達千幾萬 真是要再三多謝你,袁隆平 對ят見